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独立的位移设备 拉上布联 单人房又可变成双人房 我们对于这个长照机构 在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建置了一个中继 还有缓冲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原本的仁爱之家 之前已经废弃了 那为了这一次的一个疫情 我们特别把它重新整备起来 那目前长照机构或者照顾机构 中央的一个指引是 就地的安置跟照顾 然后医疗的团队进去做医疗的一个整治 不过这个我们大部分 全国各县市的照顾机构 或者是仓道机构 都是49个人以下的小型的机构 这个不容易在原本的一个空间里面 去做这个分流分仓 或者是安置的一个这种处理 所以我们为了因应这种状况 特别在这个地方 把空间跟场所把它准备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那因为基隆跟双北 是在全国疫情里面 算走得最前面的 那所以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状况 这个其他的现实不会碰到 所以我们也因地制宜呢 就真正实际上能够去满足 或者是完成整个防疫的一个工作 来做相关的一个准备跟准备 全国疫情延烧 照顾机构很容易造成 著名的群聚感染 借用市政府利用已经猜测的 仁爱之家仁德楼 整理之后 设置全国唯一机构型 后送收置站 目前有20个房间 40个床位 这一次结合了市政府内部 跨局处的一个合作 另外也结合了这个 包括安心上工 还有包括劳政的 包括我们的保全等等 都已经建置完毕 那我们把它分成是 包括一个房间可以有两个住民 或者是一个房间 如果有需要 单独一个住民来做使用 另外也有准备了 包括这个照护相关人员 他们的一个宿舍 那这个对我们机构 这个真的 外一发生状况的时候 然后需要一个缓冲跟转介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提供 非常充分的一个支持 也可以让我们的照护机构 而基隆长期照护协会 还帮忙铺床 整理房间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 这个厂区的功能呢 在去年的市府 以及基隆长照协会 都已经有相关讨论过了 那么今年在整个厂区的 部件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厂区市长 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要提供在整个基隆市 如果有长照机构 遇到重大染疫 或者是机构合功能 已经完全瘫痪的状况之下 方便机构将干净的住民 或者是工作人员 以往之边进行生活照顾 那么重症的部分来说的话 会有我们基隆市的 位证单位跟设证单位 协助进行在机构的照顾 或者是转送医疗院所 这个是三楼 那三楼有20个房间 那每个房间可以放两个床位 所以它最大的容量 可以到40个床位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那假设疫情更严重的话 我们会开设到另外一个楼层 同样的也是20个房间 然后40个床位 而这一波疫情中 养护机构感染风险高 对于市政府能够预做准备 也让不少长照机构业者相当安心 基隆市这边来说 由我们设证卫证官方 乃至于民间长照团体 共同结合起来的 三角资源的一个体系来说 是能够方便整个受灾机构 在第一时间 不管是物资 或者是医疗资源的调动 乃至于有这样的缓冲空间 以及其他协助人力的进驻 这个都是作为 接下来我们在面对疫情 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绝对的不存在的情形 作为一个供参考的模式 所以在这边来说 我觉得其实 整个疫情的应对过程来说 需要是民间与官方的共同协力 而不是只是官方自己 一方面拼命的努力 这边是一室两人 这边可以一室一人 然后后面甚至还可以有工作人员的住宿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机构的一个需求的状况 比如说今天是没有确诊的人 我们要移除完 我们就可以把他移到这边 如果万一真的 这个机构需要降载的话 我们另外还有 比如说 这个我们里面的住民如果说有染疫 或者说里面的工作人员有染疫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区分 工作人员的话 我们还可以送那个加长型的防疫旅馆 那另外住民的部分 我们试状况 我们也可以全区 比如说这边都是 这个确诊的住民 然后我们可以请医疗团队进来 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 好 我们是把没有生病的 没有染疫的这个住民 把它移出来 所以这边是健康的 没有染疫的住民 然后在这个地方做安置跟管子 金融设置全国唯一的机构型收治站 试探府和第一线招务人员站在一起 希望齐心抗议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另外金融长根医院 另外金融长根医院 也领先全国首创在各专科 设置确诊者诊疗区 对此金融市长林游昌非常肯定 也呼吁确诊者民众 不要急着前往急诊区 让急诊资源能够运用在中重症 及紧急伤病患者身上 这是我们的快塞阳性的确诊站 每个人来就是必须要先 使用快塞阳的预计 因为毕竟这个量还是很有限 我们一天大概是每一个 诊是服务100个人 在金融长根医院院长赖奇俊等人陪同下 金融市长林游昌前往了解防疫门诊专区 快塞阳性筛检站 及绿色筛检站动线于等候区的情况 并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劳 金融长根方面也说明 因应新冠疫情的各项做法 第一个我们把我们的PCR 把它分成快塞阳性的裁剪 跟我们一般的民众就医的PCR裁剪 把它分流 另外金融长根也开设了 我们的视区门诊 那不适合视区门诊的病患 我们也希望你委托自己的家属 来医院里面带为看诊领药 那一些有预疗需求的病人 如果你真的也没办法来 也没办法这个 那我们在我们的医院的门口外面 也设为所谓的一个集门诊 就是你来做PCR裁剪的时候 我们顺便也可以给你看病领药回去 那另外很多民众关心的 有关于轻症的一个清冠一号 跟我们的一个特殊药物的一个治疗 那我们医院的药剂部也拟了一些方案 那目前有非常多的病患 来我们医院做清冠一号的一个治疗 那我们有特殊的抗病毒的药物 也可以开立 那最后就是一些儿童跟孕妇的一个部分 在基隆长庚医院 作为基隆区重症的一个治疗的医院 我们对这些病患 也不会去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个照顾 基隆市长牛昌除了肯定 基隆长医院各项分流措施 也呼吁确诊民众不要急着到急诊区 让急诊资源能留给一般中重症 与紧急伤病患者 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不要因为确诊 就挤到急诊区 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 中重症的其他的伤病患者 他必须运用到急诊的一个资源 所以像在长庚这边就有 这个快塞阳性的一个通道 如果我们是快塞阳的一个患者的话 可以走这个快塞阳性的一个通道 我想医院这边都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 会提供大家医疗上面的一个服务 由于不少确诊者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但是其他病症包括脑部心脏或肾脏等 更具医疗急迫性 因此基隆长医院也领先全国在各专科设置 COMINITING确诊者治疗区 希望将医疗让人运用在病患最需要的地方 记者张其腾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协助学校做好防疫 金融自强狮子会 特别捐赠了1000片成人口罩 及6000片儿童用口罩 给建的国小师生 引荐这一批防疫物资 进入校园的金融市议员秦真 也呼吁中央政府 能充足的支援 给学校快筛试剂 提供学生更为安全的学习环境 在金融市议员秦真 居中引荐下 金融自强狮子会会长林世雄 代表将1000片成人口罩 及6000份儿童用口罩 捐赠给金融市建的国小 希望协助老师及学生 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现在疫情严重 现在小朋友又还没有 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想说 用口罩的方式 然后让小朋友多一些防护 那我们也很高兴呢 在那个我们 行政议员的引荐之下 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为那个建的国小 这个学校的那个小朋友 做出我们的 我们自强 基隆自强 只会小小的贡献 对此有一千多位学生 及一百位教职员的校方 也相当感谢 强调口罩 对全校师生 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将有极大的帮助 我想在这个疫情 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之下 口罩是永远不嫌多 让小朋友可以经常性的替换 这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非常感谢 秦议员 还有自强国际师子会 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 又想到辛苦的老师 还有可爱 像学的小朋友 让我们有更充足的物资 可以经常性的来替换 除了协助校方 向民间团体 争取防疫物资 秦珍也呼吁 政府单位 应该支援学校快筛四季 提供学童 更完整安全的学习环境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尤其小朋友感染力非常的高 那学校方面 他们也校长 还有老师们 他们对小朋友 整个的防疫的工作 都非常精心经历 但至于物资方面 也许在现在供应不足的情形之下 尤其快筛剂 希望我们教育部 我们教育署单位 尽量的提供学校充足的快筛剂 那希望小朋友 每天在这种快筛安全之下 到校上课 彼此之间才会被感染到 所以我想这是大家 所有的父母亲 大家共同的信心 记者张琪琛 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七肚区信仰中心 沁济公 特地捐赠了价值近14万元 备有防疫及民生物资 组成的关怀包物资 给七肚区公所 协助区公所 发放给需要的七肚乡亲 帮助七肚人 共同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 不断急剧升温 七肚区中心 信仰中心 沁济公 特地捐赠价值近14万元 里面被有75%酒精 泡面 罐头 苏打饼 调理包 饮料包 以及电子体温计 和垃圾袋等防疫 及民生物资 组成的关怀包物资 给七肚区公所 协助区公所 发放给有需要的七肚乡亲 帮助七肚人共同抗疫 马途要愉快 说我们说 我们起资于社会 用自己社会 信徒来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希望有机会 都服务了我们前几点 我们的信徒大众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有前准的力量 把这个人方共同助做 这一次我们今天这个 信徒公捐了这么多的物资 我在猜可能是 在Omicron防疫期间 是我们基隆 可能第一个公要 捐赠这么多的物资 那感谢我们信徒公七兜妈 阿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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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服务这么多 你看 要搬这么多的东西 也要需要很多的时间 那 清如 我们这个防疫期间 有很多弱势家庭 需要一些物资 那这些物资呢 也可以 由我们代为转送到 这个弱势家庭的这个手上 那在这里代表 我信徒公所 感谢我们 我们 我们信徒公 信徒公主委 柯金彪进一步表示 由于疫情急剧升温 关怀包里面的有些物资 并不好买到 庙方大概也是 筹错一个礼拜左右 才把关怀包需要的物资凑齐 帮助有需要的欺读乡亲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有没有 求联系我们 可以 是 來 趕快吃飯囉 媽 謝謝你每天都為我們做這麼多 嘴巴忽然這麼甜 是不是想要什麼 我今年初剛買房 但最近好忙 沒時間繳房屋睡怎麼辦 這麼簡單的事有什麼好煩惱的 現在繳稅非常輕鬆 就算不出門也可以 只要下載行動支付或電子支付業者的APP 掃描稅單QR Code就能快速完成繳納 還有這些管道都可以任意選擇 管道便捷超有感 輕鬆繳納好放心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免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欲佛節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第一個會有一個夾鏈袋 然後會有一個四季 這個是封起來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等一下可以戳鼻子的 前面有一個這個棉花 另外還有這個試劑 還有一個蓋子 那這個是你會拿到的東西 那不過我有一個小撇步 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我還會準備一個這個這個夾子 然後另外把這個便利貼也都可以 然後把它做夾這樣子 那這個什麼用呢 你夾這樣子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試劑 把它先放在這個地方 讓它固定住 好 那如果你不清楚 你也可以打我們的這個愛心篩檢的諮詢專線 2425-1560或者2425-1570或者2425-1580 那會有專人來跟大家來解說跟服務 好那我接下來就跟大家示範怎麼做 在家裡面怎麼做這個快篩 以後可以強化我們自主健康監測的一個能力 打開 然後這個是塑膠的棒子的尾巴 然後棉花在前面 要記得 拿起來都不要碰到它 然後兩邊的鼻子 你把它伸進去大概2.5公分 然後大概這個把它稍微這個動一下 好然後就把這個 裡面有液體的這個試劑 然後把你的這個採樣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就把它 攪 這個 攪一分鐘 好我們把它一分鐘 時間到了我們把它拿起來 然後接下來因為這個棉花棒會有沾到這個試劑嘛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做這個篩檢的動作 就把這個已經弄好的這個試劑 把它放在這個圓圓的這個地方 好橢圓形的地方 那我們要D不要超過5D 大概3D到4D就可以了 等這個試劑跑15分鐘 好這邊有一個C 有一個T 好那我們看到我的檢驗的結果是陰性 好就是C這邊表示已經做完了 好那如果這個你是在T這邊也有一條線 那這就表示快篩這個陽性 如果你是快篩陽性 那這個地方會有兩條線 那你也不用緊張 那這個 同時呢 你也把你的這個試片 把它放到這個夾電袋裡面 好 放到夾電袋裡面 然後把它封好 封好之後 打我們的24小時快篩陽性通報的電話 2456-5861 2456-5861 那打了電話之後 我們的這個衛生局的同仁 就會安排防疫的這個計程車 然後你把這一個做好的這個試劑 你要帶著 好然後把你的箭袍卡也帶著 然後到我們的PCR的一個篩檢站 會安排你做PCR的一個採檢 那由於我們這個專案呢 這個防疫計程車是免費的 所以快篩的一個使用 其實非常的一個簡單跟方便 我相信每個人只要操作過一次 其實在家裡都可以自己做 好所以也把這個怎麼樣做快篩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去參與我們的計畫 然後把自主的健康監測的能力把它提升 那希望我們的疫情能夠正常化 然後能夠早日的去過正常的一個生活 好謝謝大家 歡迎回到中佳新聞現場 要帶你來看 基隆有一名46歲的理性男子 5月14號因案通緝被逮捕歸案 5月16號上午 家人要繳交保釋金時 才被告知男子身體不適已經送醫 但沒有想到下午4點就宣告不治 家屬很不滿 表示男子有慢性病 送藥卻被索方拒絕 無法接受 才進去兩天人就走了 質疑索方有重大的瑕疵 對此 看守所回應會配合檢方來調查 家屬向媒體投訴 患有慢性病的哥哥進了看守所短短兩天 竟然沒了命 質疑看守所人員有重大疏失 本來就是需要長期有人 康護照料的人 你們索方遇到這種受刑人 你是不可以收治的 你怎麼還會隨隨便便把人收進去 對不對 而且沒有做安全的評估 那也不接受我們家屬去投藥 基隆一名46歲的理性男子 去年因為切刀案未執行被通緝 上週六5月14日被基隆警方逮捕歸案 由於週末無法交保 家屬送藥卻被所方拒絕 原因是裡面有醫護 家屬16號辦理交保時 卻被告知已經送醫 醫院中午發出命違 下午4點多就宣告不治 針對家屬質疑 金融看守所做出了回應 有關本所前說的理性男子 在5月14日下午2點 因切刀案被警方逮捕查器 送入本所執行有期讀行3個月 然後在5月16日早上8點半左右 理性男子身體不適 經本所緊急送醫院診治 在這段時間 家屬也到地診所繳了罰金 那本所依照地診所開的試票 釋放交給家人 但不幸的是 該履然於60左右 整治不治 那有關指音的擬立的部分 家屬也透過警方 那本所已配合警方調查指音 看守所表示 一切依照規定辦理 也會配合司法調查 立委蔡信要求絞證署 及基隆看守所的調查報告 要在3週內完成 全案已經進入了司法 希望還給家屬一個公道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A輕鬆電台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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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a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a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